在疫情期間 新聞室其實像在打仗 大家都很緊張 政府每天發布的那些數據 流程 那些資料 都非常多 非常複雜 比如說 無症狀的確診 我們應該怎麼做 那麼有症狀的話 我們又怎麼樣 到PCR的檢測中心 去做檢測 在家居家康復的條件是什麼 所以這麼多的那種流程 我相信當時 沒有多少人能夠 一下子說出 整個完整的流程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把所有 之前做過的那些 字圖啊圖解啊 都整理起來 把它弄成一個總欄圖 新聞不只是文字的工作 視覺和版面的設計 也是重要的 特別是早報 希望成為一個 有親合力的媒體 那麼在做字圖 和版面的時候呢 我們也是要把 讀者放在第一位 因為有時候一些政策 還有新聞事件 是比較複雜的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 把這些複雜的東西 簡化 然後以比較容易消化的 那個方式呈現給讀者 那麼我就設計了幾個漫畫人物 配上非常鮮明的色彩 加上我們梳理好的這些程序 把它打包成一個康復自理包 用這樣的手法 其實可以讓人家比較容易吸收 這些比較枯燥的資料 我們一直跟同事們說 我們做新聞的要以讀者為先 我們覺得我們的一個角色 是要幫讀者釐清事實 早報他是親新加坡的 他並不親政府 更不親行動黨 這樣子的一種立場 在大選的時候就更加的凸顯出來了 其實這十幾二十年來 新加坡的政治生態已經改變了 怎麼說 因為教育程度的提高 經濟比較穩定 還有就是互聯網 我覺得是最大的因素 讀者他們心裡其實是有拔恥的 他們是會去衡量說 你這個媒體這麼處理 是不是公道的 是不是公平的 有沒有偏見 2011年是大選年嘛 我們也知道 劉生強在後港是很多很多年齡 所以大家都已經把他當作後港人了 在那個時候已經有很多的傳言 說他可能要走出去 就是從後港走出去 在這個時候跟他做一個訪問 一個比較深入的訪問 是很重要的 讓大家可以了解他整個心路的過程 這個標題後港人會祝福我 就是當天訪問的其中一個 令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話 因為之前是知道他心裡很糾結 人才多了 然後我們作為報導的人 我們是必須要讓人民有這個選擇 也讓每一個不同的人都能夠有一個平台 來面向他的群眾 我覺得現在的政治氛圍已經不允許你對東西 視若無睹 或者刻意偏袒一方了 比如前一段時間政壇的這個婚外情事件 白衣人有藍衣人也有 我們兩邊都報導 而且那個篇幅幾乎是一樣的 而且裡面有一些問題 我們都提出同樣的質疑 比如說我們認為白衣人需要解釋一些東西 然後藍衣人需要解釋一些東西 我們都同樣的報導 你必須把兩邊都按照你的理性 跟按照你掌握的事實 同樣地去跟它呈現出來 這個OBMarket的概念是 吳作動先生在擔任總理的時候 我們常用的一個詞 到現在我們也都還一直在用 他其實是借用了一個高爾夫球的一個專有的名詞 讓你知道說你界外是在哪裡 我們的新聞作業裡面呢 我們其實也有一個界限 你不要超越了那個界限 其實這個東西也不用政府來設立 作為一個專業的記者的話 這個本來就是一個自我要求嘛 宗教、種族等等最有紅線的 不過也不是說不能談 但是不要去誹謗、不要去煽動 就是要具實的報導 客觀、總理、不偏袒 這一些原則如果你抓得好的話 那麼你就會發現說後續即使有問題的話 也都能夠解決 我記得大使是那個時候的教育部長黃永鴻 我們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有提出說小樂會考的母語考試比重 是否有太重的課題 當時就在民間引起了一些擔憂啦 我記得那時一些文化界的名人 好像楊俊偉、林少芬、郭清亮 他們就召集了民眾在芳林公園 舉行了一個簽名會 華社裡面還是有很多人 對華文的教育是非常關心的 當你要調整小樂會考的比重 而且是語文的比重的時候 會讓人非常敏感的 他就會覺得說你在發出一個什麼樣的信息 我其實沒有想到過那個反應會這麼的激烈 但是當時就覺得說這個就是新聞點 然後新聞點就是要寫出來 大家才能夠注意到 注意到了才能夠有討論 討論了才知道這個東西 是不是我們作為一個社會 應該前進的方向 所以我記得當時我到這裡的時候 已經是下午4點多了 當時已經有蠻多人在這裡聚集 簽名會開始大概15分鐘後 就已經收集到了400多個簽名 當天剛好是母親節 所以有蠻多家長帶著小孩來 整個活動的氣氛是相和諧的 我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天 剛好是我值班 同事們回來匯報說現場的情況的時候 那我們就應該在我們的報導裡面 具實地把這樣子的一種氣氛反映出來 那我們就扣緊母語跟母親節 這樣子的一個主題 所以我們就下了這樣子的一個標題 叫做母親節挺母語 既然會有一個集體行動 的確是已經出到一個社群裡面 可能我們如果叫做某種紅線的話 等於也是在向政府發出一個很強烈的信息 所以後來總理也親自來做一個說明 來澄清等等 從一個層面來看 我想整個社會是有進步的 輿論的空間是有的 早報的輿論版 我們是鼓勵有不同的聲音 所以我們也刊登不同立場 不同意見的來稿 但是來到社論的時候 我們就要有一個共同的立場 是報管的立場 那如果我們覺得這個政策 長遠來說對新加坡是好的 那我們其實是有責任支持這個政策 當然有一些政策以大局來說是好的 但它可能會影響到某一些人 當然在社論裡面 我們也可以適當的來加以反應 當時剛好就是本地發生一連串的公共事件 或大或小 然後都歸向一個主題 就是說好像我們的文明的這種治理的水平 似乎是有下降的情況 當時剛好就推出這個第四代領導人 所以就覺得說有必要反映社會上一種不安的情緒 我們其實也不是特別針對政府 而是說我們不要抱著一種說得過且過 不要緊我們做得不是世界第一也OK 如果我們抱著這樣子的心態的話 那麼新加坡就有問題了 所以我們其實是以這個關懷新加坡 關懷新加坡的未來這樣子的一個出發點 來寫這邊社論的 這些年在因為地緣政治的博弈越來越激烈 所以在言論立場上總是兩邊不好好 然後動著得救 在一些地方因為一些媒體 他們有比較鮮明的政治立場 所以讀者可以找自己的那種同溫層 不喜歡看的東西可以眼不見為近 但是早報不同 早報它要成為重言堂 所以我們的交流版面也好 或者言論的版面也好 都是歡迎各種不同的言論的 我們有時反而怕一面倒的言論 如果我們接到的這個交流站的信件 如果是一面倒我們反而擔心 因為覺得 那我們想聽聽其他方面的這種言論進來 所以我們不只是有本地的投稿者 我們也有很多來自五湖四海的評論 包括西方的很自由派的 所以有些人他就盯著早報他不爽的內容 然後就說早報跟著西方起舞 或者另一邊就說早報很親華 很親共 就好像最近西方的華盛頓郵報 就說早報已經淪為中國政府的喉舌 甚至還影射說新加坡已經站到了中國那一邊 其實我覺得這樣做對我們很不公平 也挺荒謬的 早報的言論其實是有親西方的 而它的報導因為用了很多西方外電的材料 這些內容也進入到中國大陸 讓很多的讀者獨到 所以西方人與其詆毀早報 他們真正的應該感謝早報 因為早報間接的幫到他們的認知作戰 不是嗎 很多時候人家講說 當左邊的罵你一點 右邊的罵你一點你就平衡了 我想早報多少都還是能夠把握住這個尺度的 其實人們都很喜歡討論媒體的立場 老實說我們做新聞不是立場決定的 我們是根據事實 還有我們能夠掌握的限縮的合理性來報導的 因為如果我們是從立場來報導的話 那我們就很難成為一個有公信力的報紙 我們要有公信力 首先你必須要掌握事實 第二那個事實要有合理性 我們才能夠把一個新聞完整的報導出來 在寫新聞的時候 的確是要做不同層面的一種探討 有這個同理心甚至抱著關懷 而不是八卦的話 那寫出來的新聞就比較有溫度了 現在的民眾已經可以從各種渠道得到信息 我們專業的新聞人 就算有些時候不能夠在時間上跑第一 但是我們必須要用我們的專業知識 去追求真相解答疑問 政府讀者跟媒體我們報社 我覺得三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一個三角關係 當出現張力的時候我要怎麼做決定 最後我想我需要回歸的就是關於我們的一個底線 就是作為一個媒體我們的公信力 這個就是一個最基本的考量吧 這個就是一個最基本的考量吧 在數字幕富士 我們下속的對抗電機 我們下落了